妮可,这是你孩子吧,她今天要去换双新鞋了 师傅先把迷你版的小妮可钉子拔掉旧的体铁拿下来 她的脚好小,跟我手掌一样大 再用刮刀把脚底旧的指甲刮掉 白色就是新的指甲,还挺干净的呢 三角叉凹槽里的脚质也要全部给她刮干净 再用钳子把体边多出来的指甲剪掉 然后再用搓刀把脚面脚底抛个光,打磨平整 这批小马尖高在一米左右,体重250公斤,来自于英国 由于她的脚太小了,没有那么小的体铁,师傅只好给体铁的尾部剪掉一半 然后再放进900多度的炉子里稍软,再趁热拿出来打造一下形状 然后把体铁放在体夹底部量一下大小 再把前提也量一下,小马想这什么味道,我的脚怎么一直在冒烟啊 量好后把体铁放进凉水里冷却 最后再用钉子把新的体铁钉在体夹底部 钉子都是从侧面出来的,再用钳子把它全部剪掉 再用搓刀把剪掉的钉子打磨光滑,以防刮伤小马 最后再把小妮口的蹄子全部擦上一层护体油 带她出去跑一跑,看新鞋合不合脚就可以了 我也要换 我也要换